美国13号在波兰北部正式启用了一个全新的导弹基地 俄罗斯回应表示将采取措施进行应对 卡塔尔电视台报道称 这一次美军新启用的导弹发射基地 位于波兰北部城市轮迹科沃 距离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大约是250公里 基地的核心是一套陆基宙斯顿系统 这个系统是由海基宙斯顿系统改进而来的 包含一个装备相控阵雷达的指挥控制中心 以及一套垂直导弹发射装置 除了装备标准防空导弹外 这个装置还有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 波兰方面高度评价了该基地的启用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 新基地的启用表明 美国是波兰安全的保障 波兰并不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 该国外交部长西克尔斯基 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 虽然花费了一段时间 但启用该基地也证明了美国的地缘战略决心 而俄罗斯方面呢 则对美国启动在波兰的反导基地感到不满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 这是美国军事基地设施向俄罗斯边境的推进 其目的是试图遏制俄罗斯的军事潜力 俄罗斯将采取措施 确保军事实力的平衡 俄国防杂志主编克罗特勤科称 这一基地的出现表明 美国正在加强潜在军事冲突中 拦截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 美国启用新导弹基地的同时 德国等欧洲国家则也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也在做应对特朗普上台后退群的准备 当地时间13日 德国总理朔尔茨与泽连斯基通电话 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朔尔茨重申 德国将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 泽连斯基与朔尔茨通话后表示 乌克兰将在年底前接受第六套德国防空系统 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称 朔尔茨还是不愿意提供一些关键武器装备 比如金牛座巡航导弹 美国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 特朗普的顾问正在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失败做准备 很多人都希望停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越来越多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倾向于认为 只有通过基辅和莫斯科之间 就乌克兰领土让步进行谈判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才能结束 前北约助理秘书长格兰德表示 现在人民已经普遍意识到 谈判可能会比预期更早进行 且双方都需做出让步 报道称欧洲的决策者们担心 特朗普可能通过切断援助 从而让乌克兰陷入糟糕的协议中 他们认为必须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便在谈判最终开始时 乌克兰还能拥有筹码 避免被特朗普的协议打得措手不及 以便在谈判最终的协议中